誰是金曲最佳男歌手 大學生上班族打預測 第二十八屆金曲獎即將頒獎 這次最佳男歌手競爭超激烈 除了第一次入圍的盧廣仲 北京音樂鬼才博鼎 饒舌歌手大支 二度來角逐的黃明志 還有華語天王周杰倫 第六度入圍的方大同 唱功備受肯定的贏佑佳 在頒獎典禮前 來聽聽誰是學生和上班族心中的最佳男歌手呢 周杰倫 周杰倫 本來就很喜歡他 周杰倫在台灣就是樂壇是一個 就是語足輕重的角色 歌都蠻好聽的 也有在突破 我失戀都聽他的歌 林佑佳 林佑佳 最有特色的 他的歌的歌詞都寫了 盧廣仲 周杰倫 林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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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算 他唱歌很讓人感動 他唱歌很好聽 他的歌很好聽 感謝實踐大學的同學們 那上班族們又是怎麼想的呢 盧廣仲 林佑佳 他很有常識 他其實蠻有才華的 周杰倫的直覺 佑佳可以來嗎 林佑佳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唱 盧廣仲 我覺得他的歌曲比較特格 他是所有歌手裡面 我覺得就是唱得比較輕快輕盈的感覺 王明志 我覺得周杰倫的歌很好聽 方大同他除了唱歌很厲害以外 那他在創作的部分 直覺的創作上面也是風格上面很古特 然後滿讓我喜歡的 訪問了兩百位的大學生和上班族 調查結果出爐 大學生心中的最佳名歌手 由林佑佳審出 上班族最後則是由方大同領先 大學生愛林佑佳 上班族愛方大同 到底誰會是今年金曲獎最佳男歌手 6月24號頒獎典禮 讓KKBOX跟你一同揭曉